大家好,我是陈岳 北京时间11月8日凌晨 包括CNN、福克斯新闻等多家美国的主流媒体 纷纷的对外报道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已经获得了超过270张选举人得票 也就是说拜登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也看到了拜登和他的副手哈里斯 进行了胜选演讲 拜登在演讲中呼吁美国要团结 还有呢愈合 体现出了一个传统的正常的政治人物都会做的事情 那就是呼吁不要让美国继续撕裂 并且承诺做美国人的总统 这个也就是说呢 这个无论是投票支持拜登的 还是投票支持特朗普的 那么他呢都是要去做美国人的总统 他在声明中说呢 这个是时候让这个饱受重创的国家 团结起来要开始疗伤了 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CBS 英国广播公司BBC 然后呢英国的路透社等等吧 全球的多家大媒体也都报道了拜登胜选的信息 并且强调拜登是在分歧撕裂严重的美国赢得了总统大选 那么上任之后呢 拜登同样会面临的困难重重 而日本广播协会NHK在报道中呢就强调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当选 日本政府期待与他建立首脑关系 而就在媒体大肆报道拜登胜选之际 根据路透社最新的消息呢 这个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示 说特朗普他呢不打算要让步 就是不承认对吧 然后说你个你要承认你当选了 特朗普说我觉得我当选了 反正呢还在这个嘴硬死鸭子嘴硬 路透社就说呢特朗普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次选举还没有结束 乔拜登尚未在任何州被认证为胜选者 那更不用说在那些要进行强制性重新计票的关键州啊等等 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国内撕裂的两方阵营 对这一次的选举看法是完全不同 特朗普在交接期内呢会做出哪些举动 还非常值得观察 那么是为自己的撤退承诺 撤退然后呢承认败选创造谈判的筹码呢 对吧 只要你拜登上台之后 对吧 不要去告这个特朗普啊 不要把他给抓起来 因为他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啊 包括像这个通俄门啊等等 很多调查实际上都还没有结论 那么一旦这个拜登这个当选上任之后呢 会不会展开对川普的这样一个司法案件去调查 那么极端情况有没有可能把他抓起来 那么这个事情呢都很难说 特朗普呢在巩固他的支持者 为他事后和拜登的谈判创造筹码 那么这是这个呢是其中的一种解读 还有人认为呢 这个特朗普阵营是否真的会有什么手段来逆转当前的这个颓势 真的重新计票或者说通过什么法律途径 重新呢让他取得优势 那么这些呢 我觉得当然可能性不大了 对吧 那么我觉得呢 后续也还是非常值得观察的 目前看来呢 这个拜登担任下一届的美国总统 基本上呢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 对吧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当然中美关系的走向会是到底怎么样呢 往哪里走 那么这些呢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话题 包括像中美贸易战 中美科技战 还有呢 由此所引发的什么华为的五级禁令呀 围堵中国高科技发展呀 那甚至呢 这个美国加拿大 对吧 你联手扣押了华为公主 孟晚舟的这个事情 你到底要怎么收场 等等 那么这些呢都是摆在眼前的问题需要解决的 也都是我们中国人呢 更加关心的话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结合啊 各方媒体呀 还有一些专家的分析看法 来探讨这些重要的话题 特朗普一直呢 指责拜登对中国软弱 说呢 这个如果拜登赢得总统大选 在那个竞选过程中了 那么特朗普呢 就抹黑拜登 说 大家如果投票给拜登 他一旦当上了美国的总统的话 那么中国就会拥有美国 所有的美国人都不能说英语了 要说中文 这就是瞎扯 对吧 反正川普呢 说话一直也不用负责任的啊 那么拜登对中国的政策究竟会怎么样呢 那么拜登认为呢 这个之前他就有这样的表态了 就是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么并不是最大的威胁 拜登始终认为俄罗斯才是拜登 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说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这个无论站在中国的专家来看 和站在美国的专家来看 对吧 我认为这都是一个事实 美国一直世界霸主这么多年 那中国呢 这些年呢 发展的势头呢 比较猛 对吧 那么显然就是竞争对手 这个看法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即便我站在一个中国人角度 我也认为没有问题 那你要说中国今天 像特朗普说的 这个要怎么样去 这个统治美国了 要给 要所有的美国人都要学中文 不许学英语了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 说拜登上台就要把美国人卖给中国了 这些呢 都是选军语言 而且都是不负责任的 胡说八道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拜登的这个判断呢 说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 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没有问题 那就大家竞争 对不对 那 最大的威胁来自俄罗斯 那么这一点呢 显然和川普时期的 特朗普时期的看法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么中美是否会卷入更为严重的军事竞争 而取决于美国如何处理两国关系 那么竞争包括很多方面 地缘政治竞争 对吧 那个这个地缘战略竞争 然后军事竞争 经济竞争 包括金融 贸易 很多方面 那么至于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呢 拜登他的总体框架 还是以规则为导向 特别是符合全球的共同的规则 那么既竞争又合作 他在世界日报曾经呢 撰写文章说 这个他应对中国的方式 是聚焦增强美国的竞争力 讲白了 大家既然是竞争对手嘛 那么就彼此竞争嘛 那首先自己得 对吧 经济啊 科技啊 军事啊 自己得强大 自己要发展起来 那么那么就看 看谁的发展比较厉害了 中国这些年经济发展的不错 对吧 那我美国也不 也我美国好歹当老大这么多年了 瘦死的骆驼兵兵马大 我也不差 对吧 我要超过你 这个就是大家呢 就是各自本事拿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拜登 他的主要的思路 聚焦在提升美国自己的竞争力 特朗普的思路是 不管我美国竞争力怎么样 先把你干啥呀 对吧 先打击你啊 反正呢 他是通过打击对方 来相对的 好像自己得胜一样啊 但是目前看起来呢 特朗普发起的这些战争呢 是损人不利己啊 也没讨到什么好处 那么 回到这个拜登啊 那因为以后可能就是拜登当家了啊 特朗普呢 慢慢就就拜拜了 对吧 所以我们呢 重点要看拜登 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政策 那拜登呢 他就是说提升美国竞争力 然后呢 把美国国内的优势呢 给他搞起来 对吧 那么也就是呢 回到美国内政啊 把美国自己先弄好 并且呢 要更新美国在海外的啊 这个传统的盟友 包括日美安保条约啊 日美同盟啊 韩国啊 欧盟啊 北约啊 等等 还有呢 强调美国在全球事务当中的领导力 那么他也强调呢 他会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和中国展开合作 那包括像比如说共同应对疫情呢 这个公共卫生啊 他要上台之后 马上要加入WHO啊 重新加入 包括气候变迁 他也承诺了 77天之后 就是11月4号到这个1月20号 那么77天的时间 那么这个特朗普 这个拜登一上台的第一天 立刻就要重新回到巴黎气候协定啊 那么完全就是把特朗普的这些政策呢 全部推翻 拜登在10月22日 同特朗普进行辩论的时候也表示 他如果当选呢 会让中国遵守游戏规则啊 国际规则等等 那当然了 这是站在美国的立场和角度来看问题 那中国呢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呢 那是这样子的 国际规则确实存在 对吧 各种多边组织 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粮笼组织 世界什么人权理事会啊 这个WHO WTO等等很多 对吧 那你美国要不要也遵守国际规则 WTO判定 美国向中国课征的2800多亿美金的贸易关税 违法 对吧 那你拜登上台之后 是不是第一件事情 你要回到WTO的这个舞台 是不是要遵守国际规则 你是不是要把这些关税取消 对吧 那你可以 大家可以相互指控吗 就像去法院一样 我我告你 你告我 反正这没关系啊 你就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你就相互告 但最终呢 既然大家都遵守规则 那么我们就按照规则来办事情 对不对 那在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应对疫情 四处甩锅 你没有遵守规则 退出WHO 不负责任 欠的会费没有交 联合国的会费你不交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这个贸易四处点火 然后征收这么多关税 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等等吧 那么这些事情 那最后呢 有一笔账 肯定要算一算的 是不是 那么对于一些具体的 这个面对中国的问题呢 拜登的政策呢 也是有一些迹象 可以去 可以去这个 游记可循吧 那么 当然我们前面也提到了一点 就是中美贸易战的这个事情 那么到底会何去何从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 发起的对华贸易战呢 对数千亿的这个中国 卖到美国去的商品 征收告关税 那么当然了 中国也采取了一些反制的措施 虽然两国签署了 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但是贸易战 理论上还是在继续啊 那些追加的关税 也还没有完全取消 还是在那里 那么对于中美贸易战 拜登到底会怎么做呢 那民主党的党章呢 曾经就指出 特朗普的贸易战是鲁莽的 那么让美国失去了 30万个就业机会 让美国的农民破产 特朗普也没有赢得 贸易战的计划 给美国农民制造商 工人消费者 然后呢 制造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8月5日的时候呢 拜登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也就是NPR的采访时候 就表示 他如果当选将取消特朗普政府 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 因为这等同于呢 对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征税 因为实际上 中国的出口商利润本来就很薄 你如果把这些关税 全部加到中国的这个 出口商的这个订单的价格里面去的话 那么这事就没完了 对吧 那我就干脆就不卖了嘛 因为我卖了就亏 那么这个事情只能谁来承担呢 到头来是美国的进口商贸易公司 以及美国的普通的老百姓 自己去买单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当然了 拜登呢 他这个事情呢 他理论上我个人的看法是 他要回到国际贸易的规则 以及他对他们这个民主党的认为 这个特朗普的贸易战的行为呢 根本就是损人不利己 对美国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但是呢 拜登是不是上台之后 立刻会取消这些关税 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的 因为拜登可能会顾及到 特朗普的支持者 他们的这个心情 对吧 是不是觉得这个一上台 就立刻全部取消呢 会不会要考虑他的支持 支持者 就特朗普的支持者 他们的感受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那么路透社在10月28日的时候 报道呢 说拜登的两名首席顾问表示 如果拜登当选呢 在如何处理这个美国对 对华的关税之前呢 他将立即与美国的主要盟友 磋商 那么目的呢 是要集体影响力 以强化他这个制衡中国的这个能力 那么这是拜登顾问们的一些说法 他是对内喊话 还是真正的政策 现在不好说 那么拜登的顾问们不愿说明 拜登如果当选 是否会倾向于取消 对中国的高额关税 那在我们确切了解 会继承一些东西之前 他不会过早的锁定任何立场 这是拜登的这个顾问的说法 但是呢 与美国的传统盟友的协商 将是其中的核心一部分 那么这个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 是贸易这一部分呢 应该会是 关税会逐步的取消 不会是立刻的取消 那么整个的谈判呢 是有一个过程 那么就像任何的打仗一样 怎么样获胜 怎么样冲锋 怎么样打胜仗 是一个作战的本领 那么作为一个将军呢 没有长胜将军 也一定会有打败仗的时候 怎么样在战场上失利的时候 做好撤退的一步两步三步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领导者的 或者将军的一个本事啊 一个好的撤退 一个尽量减少损失 有步骤 有节奏的这样一个撤退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 就像这个三国的时候 曹这个租格亮 对吧 这个打魏国 打曹操 他每一次撤退的时候 你看都是非常的有步骤啊 那么这是呢 贸易战的部分 我们呢 持续观察 而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呢 会逐步取消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华为和5G的问题了 对于华为和5G的这个技术呢 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是分杀啊 那么同时呢 还施压盟友 不许使用华为5G 那么拜登对外的政策高级顾问呢 布林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曾经说拜登将试图利用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也就是北约 来处理中国对全球 这样的一个这个全球事物吧 那么其中包括处理中国 华为在德国等欧洲国家 帮助建设5G网络 通讯网络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他说这个问题呢 一个是实际的问题 也是呢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们要共同处理 而不是各自处理 讲白了 美国的做法会和欧洲的国家去协商 因此呢 他的这个布林肯就强调呢 与欧洲盟友的合作的必要性 而不是对他们横加指责 民主党的党章也指出 美国要同盟友及伙伴合作 开放安全的5G网络 来应对任何的网络空间的威胁 那么这一部分 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持续的观察 但是呢 最关键点就取决于了 美国在北大西洋公业组织 包括像这个主要就是德国 法国 他们的态度到底怎么样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才是一个 最终的一个关键 因为既然你尊重盟友的意见 那么就听一听德国 听听法国 或者是加上英国吧 那么听一听 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这是第二个重点的议题 关于中国技术方面的 华为5G等等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孟晚舟 是不是能够获释的问题 华为的高管 也是华为公主了 对吧 孟晚舟呢 在2018年的12月 在这个温哥华机场被捕 那目前呢 快两年的时间了 美国就指控她涉嫌银行欺诈 进而呢 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要求加拿大政府将她引渡到美国去 那么这个引渡案呢 目前仍然在继续 有一名律师就认为 如果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那么美国可能会撤销引渡案 关于中美科技后续的这个走势呢 特别是关于孟晚舟的 后续的这个走势呢 现在华为也已经有了一些动作 那么我们希望呢 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 专门用一集的来分析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但是呢 之前讨论的是加拿大法院的判决 是有利于华为 那么华为最新的动作呢 是对美国16个部门积极诉讼 可以说呢 华为是主动出击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 就是他的最大的 他的大的范畴 其实还是华为啊 中美科技啊 这个领域啊 孟晚舟呢 是其中美国针对中美科技战部分的一个 具体的一个手段和一个做法 那么因此呢 我们看到中美科技战后续的走势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角度呢 可以来观察 那就是呢 这个中国的企业 在美国的 就中国的科技公司了 在美国的合作伙伴 他们的态度到底怎么样啊 因为这个中美科技合作其实受益的方面呢 不仅仅是中国的企业 同样美国也有很多高科技公司是受益者 对吧 那么从他们的角度来说 美国科技巨头是期望 并在这个竞选期间呢 是支持了拜登胜选的啊 他们很多就是美国的 因为像这个美国的硅谷啊 各种高科技的大公司啊 或者是他的一些所在地吧 很多都是拜登的支持者啊 那么拜登上台之后 或许会放松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 这样无理的打压 但是从美国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呢 围堵中国高科技的发展呢 这个事情呢 从长远来说 肯定是会继续的啊 因为这是国家战略大的一个目标 但是在拜登的在手段上面 我个人的看法也是这样 就是不会用特朗普来对待 华为的这种这个卑劣的小人所使用的方法 对吧 那里很多东西都是太过分了啊 不许你这个跟华为合作 不许你这个卖东西给华为 把你这个人群抓起来 反正就是呢 长臂管辖也已经用的有点过度了啊 那么在11月6日20 22时50分的时候 拜登在这个特拉华州呢 威尔明顿市发表演讲 那么根据福克斯新闻的报道呢 拜登在演讲讲话当中呢 就表示我们不会发表最后的胜利宣言 但是数字告诉我们一个清晰而令人幸福的故事 我们将赢得这场选举啊 等等吧 那么这个呢 是当时啊 这个呃 就是说拜登的演讲呢 他演讲当中呢 就是演讲之后吧 那么很多的分析呢 就聚焦在拜登当选之后的中美关系了 因为呃 那么他既然这么有信心 对吧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他拜登已经当选了嘛 那么 未来他到底会呃怎么样去 做这个中美科技相关的政策的走向的问题 其实在之前呢 也就有一些分析 那么当时的分析呢 就形容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呢 虽然削减了企业税 令大型的科技公司呢 受贿 但是类似发动于像这个贸易战呀 限制外籍的专家啊 这个专才签证等等政策呢 是不利于美国的高科技行业的发展的 那么因此呢 美国的高科技行业呢 是普遍的支持拜登执政 那么这个事情呢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 中国科技行业的合作合作者 那么他们的利益到底怎么样 包括像希望一直希望啊 卖芯片给华为的美国高通公司 对吧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呃一个 一个公司了 那么他未来怎么样游说美国政府 这是也是我们重点去观察的一个指标 在9月的时候呢 CNN对于竞选做的审查报告的时候就显示呢 在亚马逊呀 谷歌呀 苹果公司的员工呢 在7月对于拜登竞选活动的捐款 是特朗普的三倍啊 可以说这些从捐款的数量呢 也能看得出来他们支持哪里啊 那么我们看到了微步证券的分析师 艾夫斯呢 曾经表示对半导体公司而言呢 拜登胜选可能代表着美国政府 不会对中国企业华为穷追猛打 反而呢会去跟中国的这个 包括华为在那边 可能会去有更多的商业合作 同时他还表示呢 从政见来看 华尔街的看法显然是 拜登担任美国的领导人 对中国的科技和政策议题呢 采取相对较软的态度 在美中的企业和消费者科技领域呢 将减少紧张关系 中国网媒这个志向网的一篇文章分析说呢 如果拜登胜出硅谷的科技公司 至少能够先松一口气 至少不用在深夜面对这个美国总统 像传统川普那样的啊 动不动去发一个推特 所谓的推特分爆了 相对于特朗普的冲动决策 至少拜登会更加尊重 政治传统和法律手段 如同前面我们谈到的 即便拜登在对待中美科技博弈的做法上 不会采用特朗普那种卑劣小人的做法 但是从长期围堵中国科技发展的目的上来说 其实呢也是一样的啊 也不会放松 那么这一点呢 我想是要这个抛弃幻想啊 抛弃幻想 我们从之前的华为的任正非的讲话当中 其实呢也已经把这个事情谈得很清楚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谈这个观点 就是呢这个华为 他这个携带领先的5G技术呢 可以说是孤军杀入到了美国的高科技阵地里 等于说别人一直占领的地方 突然跑出来一个中国玩家 对吧 抢了别人的一部分饭碗 而目前呢 美国不会给华为的5G喘息的机会 中国呢只能自己来破局啊 至于说华为手机 这个呢 我觉得是有希望的 我看到一些文章复习认为呢 中国借助双循环战略来实现芯片的产业布局 产业破局 那么自从遭受美国芯片禁令以来呢 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 所打造的去美国化的芯片生产线的消息呢 就不断的传来 包括像中国财经媒体啊 财新网 还有呢 像法国路透社呀 英国金融时报呀 等众多媒体呢 这个近日呢 都 他的报道呢 都在印证了一个传闻 那么前几天呢 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来介绍这件事情 那就是 华为呢 正在规划 在上海成立一家 这个不使用任何美国技术的 全新的芯片工厂 那么借此呢 在美国禁令之下实现突围 确保华为在电信基础设施供应链 不会被锻炼 那么这个芯片厂的消息呢 我们在前面的介绍的比较详细啊 之前前两天的节目里吧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回头去找找看 那么多年以前呢 在准备要把华为 卖给美国电信巨头 当时是如日中天的摩托罗拉失败之后呢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曾经对华为的高层领导们呢 就表示说 这个迟早我们要与美国人相遇 那我们呢 要准备在美国的山顶上交分 讲白了就是 华为不断的成长 不断成长 迟早有一天呢 要和美国去竞争 抢某一个市场啊 就所谓的相遇 那么当时就卖给摩托罗拉嘛 当时的摩托罗拉的新任的CEO 嫌这个任正非要价高了 然后呢 华为呢 就没卖成 当时也有一些这个说法说 任正非已经做好了 带领华为团队 如果把华为卖掉之后呢 他们准备去做拖拉机了 这个当然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就有一些网络传言 那现在呢 就当时呢 这个任正非呢 就卖失败之后呢 那就继续经营华为 就谈到了这一点啊 迟早我们要和美国人 在山顶上交分 因此呢 华为要时刻做好一切准备 任正非所形容的 将华为冲击通信领域 通信技术领先地位 比喻所爬山 当时还畅想 在山顶与美国相遇 拥抱 一起为人类社会做贡献等等 那么不曾想 当华为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也就是5G时代 冲上山顶的时候呢 曾经如日中天的摩托罗拉 早已经挂掉了啊 美国在5G通信领域呢 也已经没有了玩家 只剩下欧洲的诺基亚 爱立信 还在守城 这个有余呢 这个监狱 这个进取 相遇没有拥抱 迎接华为的是 美国的三轮制裁 从2019年的5月 纳入实体清单 到2020年的5月 这个芯片代工禁定 再到2020年的9月 近乎掀桌子的这个 一样的这个任何使用 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 向华为出售都需要获得 美国政府的许可等等 那么华为的日子呢 是越发艰难 2020年的第二季度 因为疫情原因 华为短暂取代了三星 成为世界上智能手机出货量 第一的这个手机品牌之后呢 在第三季度很多产品 比如2019年底 所发布的旗舰手机 Mate30 Pro呢 已经处在缺货状态 芯片禁令效果出现 中国财经媒体财新网 在报道 华为芯片禁令的时候呢 就指出 中国美国 已经在5G通讯技术的山头上 遇到了彼此相遇了 那华为已经孤军深入 那么整个的这个 中国的半导体的产业链的加持 这个以抵御美国美系技术的生态围堵 这件事情呢 是必须去做了啊 华为作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代表呢 他在通信领域的成就呢 的确可以说是孤军深入 依靠全球的人才 还有供应链呢 取得了这个 在这个领域的这个胜利 正因为如此呢 华为和他的创办人任正非 在遭遇美国禁令之后 仍然抱持着开放的一个态度 不排斥和美国做生意 甚至呢 还刻意与中国官方呢 是保持距离 那么推让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 40年周年的表彰 在华为孤军深入的背后 事实上也反映了 中国半导体产业链上面的落后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里呢 中国国内的供应链 能够对华为提供的支持呢 是非常有限的 直到最近几年才稍微有所改观 华为在遭遇了美国禁令之后呢 也开始有意识的扶持中国国内的产业链 比如将一部分自己研发的PA的芯片订单 交给三安集成代工 但是大批的PA芯片代工订单呢 以及SOC的这个代工 仍离不开日本还有台湾的企业 那么最终呢 受制于美国芯片的禁令 使得华为的包括像手机业务呀 消费电子业务呀等等呢 其实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最近呢虽然不断有供应链企业 获得向华为销售产品的许可证 但是美国也明确表示啊 任何涉及5G相关的芯片 都不在许可证之内啊 所以呢目标非常清晰 就是针对你的5G技术 在美国芯片禁令之下呢 华为除了整合国内的产业链 打造自己可以控制的芯片工厂 那么没有别的什么路可以走 那么从前呢这个从此前传出吧 华为大量招聘芯片制造人才 甚至呢因为挖人太狠了 对吧 引发一家国有的半导体企业的不满 任正非呢也密集访问了上海交通大学啊 复旦大学 东南大学等等 这些高校呢来寻求合作 华为也确实有打造去美国化芯片生产线的计划 实事使然 由华为所牵头打造的自主可控芯片生产线呢 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呢 华为他在这个上海的工厂呢 芯片工厂呢 不准备使用任何的美国的技术 那计划呢就交给上海市政府 这个所管理的吧 这个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的来负责运营 将从这个45纳米制成开始啊 预计呢在2021年底之前呢 进入到28纳米这个制成的技术 并且呢应用在物这个物联网装置啊 等等方面的所使用的芯片 另外呢还在计划在2020年底之前呢 呃做出20纳米的这个制成的芯片 那么这个芯片呢可以打造5G啊 这个物联网设备等等所使用的芯片 那么对于设备来源呢 报道称呢可能会结合使用 来自于中国不同供应商的设备 再加上他们可以在市场上找到一些啊 这个国外的一些工具啊 有些呢是二手的设备要拼装拼装 反正呢挺艰辛的对吧 要把这个工厂呢做起来 事实上在芯片生产工艺 这个成熟工艺领域呢 美国并不能够一手遮天 比如说极紫外光刻机EOV领域呢 这个荷兰的阿斯美亚占据统治地位 这个之前我们介绍过啊 那么但是在传统的光刻机领域呢 日本尼康呀加南呀都占据着不少的市场份额 也有消息说呢 这个中国上海微电子将在2021年到2022年 交付第一台28纳米的光刻机 也就是说可以利用所谓的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方式呢 来打造自主可控的芯片生产线 一方面整合中国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 一方面呢利用于这个整合全球非美系的半导体的这个产业链 2020年9月份呢 德国芯片大厂英飞林就曾经表示 他的产品不涉及美国技术 可以继续向华为供货 华为打造去美化的芯片生产线呢 不仅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是一次机会 对于非美系的半导体企业呢 这个同样也是一次机会 当然了 华为的去美化芯片生产线 必然是要以这个中国国内的半导体产业链为主 但同时呢 又要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一如中国官方所提出的双循环战略 既要自主可控 自己有钱赚 那么有条件允许的这个前提之下呢 也要拉着这个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呢 一起来挣钱 实现一种共赢 才能够朋友变天下 对吧 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而言呢 华为的挖角和介入 最直接的影响呢 就是从业人员的薪资的提高 从而呢 吸引了更多的优秀人才 进入了半导体行业 从而能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因此呢 我个人的看法呢 也是这个有理由相信啊 在华为的牵头和整合下呢 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呢 未来的话 这个这个能够逐渐逐渐实现的 这个自主可控 这个目标呢 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无非呢 是时间长短而已 那最近呢 我们经常谈到国产替代等等 好像呢 所有的国外都不能合作 这种说法呢 其实也是不客观的 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 日本的这个尼康呀等等 提供传统光刻机的企业呀 还有欧洲的一些国家 还有呢 像比如说 如果俄罗斯的 对吧 俄罗斯数学很厉害 他们有一些科学家呀等等 其实跟国际的合作呢 依旧是要进行的 只是说呢 核心的关键点是 美国不允许你用 有些高科技的这个技术呢 要能够实现 关键时候 不要被卡脖子 但是一起做生意 一起挣钱 和全世界的合作呢 这是主流 这是未来 这个呢 是肯定 是要继续下去的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 也是我的一个 一直以来的一个态度 那么对此呢 这个观众朋友们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 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